十个前缘科学问题 第一个问题 如何实现低能好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技术大大提高了机器学习效率 但数据处理和能量消耗仍是人类大脑的数千倍 如何实现低能好人工智能已成为 激待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 绿色Air领域的研究和突破将带动通用人工智能 在各个应用领域的广泛发展 解决人工智能产业的高耗能问题 促进全社会的数字化转型 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 第二个问题 如何实现飞行器在上层大气层机动飞行? 距离地面100公里至200公里的上层大气层 是人们一直想利用而没有利用到的空域 但上层大气空气动力学发展缓慢 不足以支撑这个空域飞行器发展的需求 一旦取得突破 将带来颠覆性影响 做到100公里至200公里上层大气层空域的有效利用 带动对地观测 通讯等关系民生和国防的重大科技进步 填补在这个空域飞行的飞行器空白 第三个问题 利用身形符合测量方式 能不能够搜尋 磁单极子和组子暗物质的存在? 磁单极子和组子等新粒子 是目前对于超出粒子物理标准 无形新物理搜尋的主要目标之一 是粒子物理领域的重大科学前缘问题 过去几十年通过众多的实验手段 国际上相计开展了多个搜尋实验 都还未发现这些新粒子的迹象 在深空环境中利用身形探测手段 对于这些新粒子的搜尋 将有望提高对于这类新粒子探测的灵敏度 填补空白 第四个问题 非线性效应会随尺度变化吗? 在自然科学和工程领域 绝大多数问题的本质都是非线性的 对非线性效应的研究在物理 数学和工程等学科中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本问题是由不同学科交叉衍生出的 重要共性前缘问题 将推动各相关学科进一步交叉和协同发展 探索这个问题 有望在更小的极端尺度上理解 掌握 运用非线性效应 实现颠覆性新型功能器件 带来全新科技突破和经济效益 第五个问题 影响高性能纤维发展的基础科学问题是什么? 碳纤维、方轮纤维、超高分子量聚月烯等高性能纤维和复合材料系航空航天、下一代高铁等高端制造关键材料 我国取得了部分重要进展 但高性能纤维和复合材料的表面和界面等基础科学问题没有解决到 由于缺乏理论指导 高端材料生产制造技术发展缓慢 性能提升不足 不能够满足应用需求 研究这些问题能够促进我国高性能纤维和复合材料製备技术发展 实现关键材料、核心装备技术的自主可控 第六个问题 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作物如何适应土壤环境? 至今为止 植物如何适应不同的土壤环境 如何适应二氧化碳快速提升的全球变化 尚未在分子遗传基础方面得到解释 严重制约了环境变化下对未来作物生产潜力的判断 和资源高效的生物育种 在这个问题上取得突破 不仅可以回答未来植物 尤其是农作物如何适应环境变化的基础科学问题 而且还可以引领未来在全球气候环境变化背景下的资源高效利用的生物育种 产生巨大的经济和环境效益 第七个问题 现代绿地生态系统是如何起源? 多样而复杂的现代绿地生态系统由绿地生物和所处环境共同构成 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 了解现代绿地生态系统的起源过程和驱动机制 不仅可以回答有化植物起源辐射、关键脊椎动物演化、昆虫和植物协同演化等重大生物演化问题 还为解释地球移居环境演变提供关键实证 第八个问题 促进女性健康生育 保障出生人口质量 缓解我国人口生育危机 第九个问题 如何实现可控核聚变的稳态燃烧? 核聚变能是最终解决人类社会能源和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国防工业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我国的托卡马克工程技术和实验已取得长足进步 但在刀川燃烧等离子体实验等方面研究仍处于空白 激需自主开展刀川罪变实验 突破罪变堆高参数、高性能燃烧等离子体稳定运行核心问题 将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国际重大前沿科学技术的华语权 对我国未来最变对建设起到极大推动作用 列车运营速度是衡量一个国家铁路发展水平 和工业科技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而轮轨系统运营系统是制约轮轨制式交通运营速度 安全、可靠性和舒适性进一步提升的关键核心 如何探明更高速度条件下的轮轨偶合机理和能量场分布特征 对于建立我国高速铁路全面系统正向设计理论和方法体系 攻克高速铁路轮轨系统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 提高安全性和舒适性 降低运营安全风险和成本 实现我国高速铁路技术领域持续引领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推引领地勾及 열심히航轨 X2